五天内有三名长龙航空机师染疫都是突破性的感染 长龙航空紧急招呼了一千五百名的机师筛检PC 那么指挥官陈时中说这结果预计中午会出炉 桃源像郑文灿则表示 隔离在五个集中检疫所的三百七十四名接触者 好这结果出来都是阴性的 指挥中心现在也准备要启动机组人员施打第三剂疫苗的计划 不排除有混打的可能性 部长我们下午是不是还有莫德大会 周日一早出席活动指挥官陈时中的口罩印上台湾波兰国旗 是为了感谢波兰捐赠四十万剂AZ疫苗 由疫苗到但心情却轻松不起来 因为长龙三名机师染疫一千五百名机师全都要PCR筛检 目前一共有三百七十四位 在五个集中检疫所PCR的检测 那结果也是全部都是阴性 也因为这样子的高传染力 那我们必须要高规格的追踪每个足迹的这个接触史 长龙三名机师都是突破性感染 跨县市足迹必须要高度警觉 其中按一六一一九九月二号CT值三十 隔天再验变成十八 显示病毒量增加 初步研判是最近的感染 后续还要跟抗体检验结果进行比对 有专家认为五天内三名机师染疫 不应该单纯推测是在境外感染 也要考虑在台湾染疫的可能性 最怕就是长龙内部有人感染 没有被发现 因此要全员召回检验PCR跟抗体 防范Delta变异株指挥中心 准备启动机组员接种第三剂疫苗计划 未来机组员也不排除混打疫苗 都有 还有相关的策略都有在你身中 即使染疫其中一人还波及就读高职的儿子 疫情是否扩大 感染源该如何厘清 指挥中心再次绷紧神经 记者林世达黄树芬SNG小组台北报道